運用排氣管打造白露絲七夕成林盛況 放在綠域暗暖的大樹旁 更凸顯生態環境的意義 這件作品高4.5公尺 是這次2015第五屆台中環保藝術節的主視覺作品 在這些作品裡面最重要是它的實驗性 譬如說藝術家本身是雕塑家或是畫家 他可用作品的材料來這種實驗性的組合 另外一個是教育性 譬如說觀眾或是市民來這邊參觀以後 會發現我家裡很多東西可以組合成藝術品 如果有這種觀念從小養成的話 也有家裡可能培養一個小小的藝術家 第五屆台中環保藝術節23號 將在寶芝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舉辦 有各種DIY和闖光活動等著民眾體驗 而率先登場的就是環保藝術創作 主辦單位號召十多位藝術家 以花鳥創意造型秀為主題 創作出心中的夢想花園 提前為2018的國際花博暖場 這個作品它叫四雪花筆驗 這個我用鋼鐵把它塑造成一朵花 這個花開的時候解擺像雪 它凋謝的時候飄在空中也像雪 所以這個雪花飄互相比驗 利用一些廢棄物輪胎 還有那個大的白水桶 然後設計成花的意象 那因為花朵象徵我們人生的一個 枯蓉起落 那我要用花的整個生命的過程 來象徵我們人類生命的過程 那我們要珍惜這些大自然裡面 給我們的情報 對於花鳥意象 每位藝術家的手法都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所用的素材 都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向大自然致敬 順便為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 記者裡講的鐘才不到